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亮 亮不亮的程度来分等级 这样就叫做星等 星等数字越小 代表它越明亮 不管是是星等还是绝对星等都一样 差一等明亮程度差大约2.5倍 差五等就是定义差100倍 太阳是负26星等 月亮是负12星等 所以太阳跟月亮差14等 差14等应该差2.5的14次方倍 关键每差五等是差100倍 数字大的时候一定要用到这个概念 五等是100倍 所以14等就把它看成跟五有关 哪个五有关跟它最接近就是15 所以看成2.5的15次方 可是就比原来多了一个2.5嘛 所以再除2.5 所以用最快的方法算出来 答案就是40万倍 A选项 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极限是6等星 星等不管是4星等还是绝对星等 数字越小那代表是越亮 因此4星等是0等星 表示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到的 A选项 A选项 放在相同的距离 再来比谁比较亮 这样就叫绝对星等 因此B选项要看绝对星等 绝对星等 一样数字越小代表是越亮的 所以在这张表格里面 数字最小的绝对星等 那就是北极星 C选项 4星等 北极星比子女星多2等 数字越大 代表应该是越暗 所以代表北极星 它是比较暗的 差2等 也就是说 北极星的亮度 应该是子女星的2.5的平方分之一 诸旋项 从绝对星等来看 数字越小代表越亮 所以绝对星等里头 数字最小的是北极星 一旋项 星等差5等 亮度才会差100倍 所以表示 这颗恒星 跟北极星的星等要差5等 它比北极星亮100倍 越亮数字要越小 所以它的星等数字应该要比北极星 小5 所以2.0节目 那就是-3 口径代表的是望远镜的 物径 它的直径的大小 所以如果口径越大 收集到的光线就会越多 看到的影像才会越明亮 它说电子感光晶片对光的接收量与时间长线性关系 所以如果曝光时间40倍 线性关系就是正比 接收到的光就会是原来的40倍 距离不变 光多了40倍 看起来当然就要亮40倍 差5等是差100倍 所以差4等就是差40倍 现在曝光时间长了 你应该可以看到更暗的 就是星等的数字要越大 数字要比20大 所以是20加4 24等 公式都给你了 现在它给你什么资料 绝对星等 就是相当于给你光度的资料 表面温度的资料 有告诉你 题目问半径 所以你认为半径跟哪一个扯上关系 面积 所以你只要算出面积的比 开根号那就是半径的比 光度就是 这个物体每秒发出的 肿能量的多广 光度会跟表面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要跟表面积也成正比 就可以写出这个四字 所以我们想知道表面积 就变成光度除以T的四次方 跟表面积成正比 绝对星等 子女星是零 太阳是五等 子女星的光度 是太阳的一百倍 子女星的T是一万 太阳是六千 可是要T的四次方 所以就是十除以六的四次方 所以子女星的表面积 是太阳的这么多倍 半径就是面积开根号 所以子女星的半径 是太阳的几倍 答案就是三点六 眼睛看到谁叫亮 写一样暗 这叫视星等 所以基本上视星等 是告诉我们亮度 光度 光就是能量 所以这个物体 所发出的重能量的多广 我们就叫做光度 我们就叫做光度 用被公式 我们心发出多少能量 跟表面积成正比 跟温度四次方成正比 光度一样 同一个灯泡 光度一样 灯泡拿越远 看起来会越暗 所以距离越远 亮度就要越小 而且亮度要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本来这一颗星 如果是一等星 把它距离拉远成原来的十倍 距离十倍平方 一百倍 反比 也就是说 它变成亮度只有百分之一 也就是暗一百倍的意思 差一百倍 星等差五等 所以就叫暗五等 所以本来是一等星 就变成六等星 如果距离一样的话 发出能量越多的 看起来就会越亮 发出的能量 如果是两倍 明亮程度就会是两倍 亮度跟光度 就要成正比 绝对星等就是想象 把所有的星都拿到 一样远的距离 定义是32.6光年远 再来比谁比较亮 就叫绝对星等 因此绝对星等 如果越亮的 那表示 它发出的 每一秒的总能量 光度也应该要变大 所以也就是说 四星等 能够知道 它谁亮 这个亮度 绝对星等 因为经过了 这个条件的转换 所以我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们的光度的关系 星色 在讲这颗星什么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先区分 谁发光 谁不发光 发光的恒星 颜色 代表的是 这颗星的表面温度高低 颜色跟温度之间的关系 费极端就好 蓝白温度最高 红温度最低 不发光的东西 蓝色代表什么 它吸收了大部分的光 只反射蓝光 它为什么反射蓝光 因为它的化学组成 问题是 什么是恒星 什么不是恒星 你只要不是恒星的 数出来 剩下管它写什么 都是恒星 不是恒星的 那就是 水晶地火 木土 海明 什么什么会星 什么什么小行星 整个太阳系 主要的能量来自于太阳 所以原则上 离太阳越远 收到的太阳能越少 温度应该要远低 所以这里的海王星 温度应该要比火星低 为什么红色的恒星温度低呢 任何一个有能量的物体 都会把它的能量 往外辐射出去 太阳的能量 往外辐射出来 就叫太阳辐射 地球也有能量 地球也在往外散热 就叫做地球辐射 能量 就是以电磁波的方式 往外辐射的 橙坐标 就是包含 从波长很短 到波长很长 很多种波 同时都以光束前进 波长很短的 伽马射线 X光 紫外线 可见光 到红外线 到无限电波 这些都是电磁波 任何一个有能量的物体 它所发射出来的电磁波 都是所谓的连续电磁波 比如说这条红色曲线 这就是温度如果是3000K的物体 它所发射出来的电磁波 所谓的连续就是 从波长短到波长长 一印具有 发出X光跟伽马射线 可是发出来的这些波长短的 对过来 这种坐标叫辐射强度 强度都很小 像这个3000K的 波长短的这一边 辐射出来的能量比较弱 辐射最强的 能量最强的就是这个高峰 对应下来波长大概是1000 那么不同温度的 比如说是5800K 就是这个黄色曲线 10000K的是这个蓝色曲线 都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 恒星它会发射出电磁波 这三个温度不一样的恒星 那个电磁波的曲线不同 这个差异只跟表面温度有关 最大的差异就是 辐射强度最强度最强的 如果是10000K的 辐射强度最强的 那个波长比较短 辐射强度比较低是3000K的 强度最强的对应下来 这个波长就比较长 所以红星的温度如果越高的话 它辐射出来的电磁波 强度最大的那个波长会越短 10000K的这个曲线 它辐射出来强度最强的 对下来 波长其实是属于紫外线的波段 人的眼睛看不到紫外线 人的眼睛看得到的是可见光 可见光的波长比紫外线短 所以在这里 所以这颗星有没有发出可见光 有 所以我们眼睛能不能看到 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颗星 我们眼睛看到这颗星的时候 这颗星的颜色偏蓝 因为看曲线 蓝光强红 红光弱 所以一颗蓝色的星 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温度比较低3000K的星 它那个能量最强的在这里对照下来 波长比较长 这个波长是属于红外线波段 人眼能不能看红外线 不行 人眼能不能看到这颗星 可以 可见光波段在哪里 红光强 蓝光弱 蓝光弱 所以这颗星看起来颜色 对 偏红 偏红 它从四星等变六星等变暗 表示原来的距离比32.6光年还要近 其他的以比丁同样的方式去思考就可以了 先看A选项 先看A选项 如果要看光度一定要看绝对星等 四星等看的是亮度 C 红色的恒星 它的表面温度是比蓝色的恒星要低 周日运动跟周年运动后面来介绍 我们先跳过 太阳是一颗稳定的恒星 能量来源主要来自轻的和融和反应 这种恒星我们叫主虚星 稳定的恒星像我们的太阳 目前就是属于一个稳定的阶段 稳定就是要拿到力的平衡 太阳内部和融和反应会发出光跟热 所以就有光跟热往四面八方要推出去 热压力要把物质往外推 太阳的这些气体 本身就有互相吸引的万有引力 要把物质往内吸引 所以所谓的稳定的阶段 就是上内吸引的作用 跟光跟热往外推出去的力量 刚好达到一个平衡的阶段 恒星就会处于一个很稳定的阶段 目前太阳就是处于这个主虚星的阶段 后来如果我的和融和用的差不多了 往外的光跟热的力量变小了 那重力就要把它们往内拉 所以这一颗恒星就开始发生很剧烈的变化 这一颗恒星就是要换下死亡 其中在变化的过程里面 换有一股力量把它往外突然之间撑的好大一颗 体积是太阳的几百万倍的这种星 我们称之为超巨星 ABC株因共同的都问谁的温度高 这个比较容易解决 只要是恒星温度就看颜色 所以蓝色的那一颗它就是温度比较高的 题目给的星等是四星等 可是题目问的却是谁绝对星等数值比较小 给你四星等如何变绝对星等 如果知道这一颗星等距离就可以转换 问题是在没有给你距离的情况之下无法转换 所以这时候就要从基本概念来了 绝对星等数值越小代表这一颗星等光度越大 哪一颗星等光度最大 所以题目说超巨星它的体积都是别人的几百万倍 光度是每秒发的总能量 总能量哦 红色的星温度比较低 可是我size太大 表面积大的不像话 所以我虽然每一个小面积发出的能量比别人少 可是我表面积太大了 巨砂成塔 这样发出的重能量就会比别人多很多 所以这一题只要挑超巨星这三个字就对了 要领备公式 不过呢 其实就是跟刚刚的这个概念有关 光度就会跟表面积成正比 所以如果这一颗星的表面积超级大 它的光度就会非常的大 不同质量的恒星在死亡的历程 经历的过程是不一样的 天文学家认为星际界质 星际元气 星云 星际物质 在某些条件之下 这些星际元气会聚集起来 后来就会形成恒星 形成恒星 内部开始和融合 发光发热 然后往外发光发热的力道 跟往内的吸引重力的力量 一样大的时候 就进入稳定的 叫做主续星的阶段 再后来不稳定了 所以就开始变化 它会先膨胀成 红巨星 巨就是很大 红就是星色 是红色的温度比较低的意思 如果原来的红星 质量比太阳大了很多的话 在最后也还可能在超新星世界 会再展开一次 爆炸之后 中心保留下来的残骸 会被压缩成非常非常密的 中子星或黑洞 那外围的物质喷出去 就变成星际元气 但是另外一类 质量跟太阳差不多 或者是比太阳质量 还要小的这一类的恒星 在演化的末期 它就没有力道去再展开来 所以就不会有超新星的 爆炸的这个历程 所以演化的末期 就不会自我爆炸 质量不够大的 它直接来到红巨星的阶段 红巨星的外围物质往外跑 又回到宇宙变成星际元气 中心残骸留下来 就变成一颗很小的残骸 所以很小 叫矮小 所以叫白矮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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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